一只长鼻浣熊拖着疲惫的身体 深更半夜从隔壁老王家归来 他的房子是一栋纯手工打造的铁皮豪宅 不仅非常隐蔽而且十分安全可靠 第二天一大早 一只豹猫路过长鼻浣熊的豪宅 并在大门口停了下来 这座豪宅引起了他的兴趣 豹猫原地观察了许久 发现这是一个无主之地 颠沛琉璃几个月可算找到新家了 再三确认之后 豹猫一跃而上 打算探个究竟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这咋还钻出来一个黑不溜秋的家伙了 被惊扰到好梦的长鼻浣熊 一脸猛逼地来到洞口 逮着豹猫一顿骂 大清早的你搁我家门口吵吵啥了 双方大眼对小眼 一副谁也不服谁的架势 长鼻浣熊不停地蹬腿探头 制造响声试图下退门口的不速之客 但是豹猫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坐在大门口盯着长鼻浣熊的一举一动 气氛一度降到了冰点 眼看长鼻浣熊是个键盘侠 只会打嘴炮 并不打算出来和自己真枪实弹地干上一场 豹猫识趣地退到铁箱的侧椅 躲进长鼻浣熊的视野盲区 他打算守株待兔 等到长鼻浣熊出门觅食 再将其一举抓获 但是狡猾的长鼻浣熊就是不钻套 时不时地伸头向屋外张望 豹猫一记飞爪扑了个空 发现屋里并没有其他的同伴 豹猫一跃而上 钻进去和长鼻浣熊来了个正面EV1 只听见铁盒子里惨叫声连连 想必场面十分血腥残忍 都是大伙不爱看的 就不展示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嘴硬没有任何意义 油画三支